男人爬到潜艇机枪上 朝着远处的敌人怒射 子弹打在现场的铁皮上 啪啪坐下 敌人也被射穿身体 纷纷倒地 最后 将子弹射向一堆军火 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完美结束了这场战斗 男人名叫杰克 是一位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病人 他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做事喜欢我行我素 毫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性格还十分暴躁 就连母亲都对他避而远之 与弟弟搬去一座小岛上生活 而杰克也成为警察局的常客 最近一次出狱后 为了能够回归家人 重新获得亲情 杰克决心改变自己 在心理医生老白的耐心指导下 杰克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但面对亲弟弟的平凡邀约 他始终不敢迈出这一步 直到这天 杰克忽然收到弟弟离世的消息 他终于鼓起勇气前去吊咽 没想到这时 家里突然闯进来一个 不怀好意的男人 杰克冷冷地看了对方一眼 接着画面一转 一群客警冲进杰克家 发现男人全身是血 被吊在浴缸里 而杰克已经不知所踪 女警通过家里的药品 联系上了开药的医生老白 希望能从他那里 打听出杰克的下落 不过老白十分注重隐私权 除非女警带着法院调查令来 否则他拒绝透露 任何关于杰克的信息 无奈之下 女警只得离开 不过很快 他就有了线索 一位小警员经过调查得知 杰克弟弟的葬礼就在今天举行 女警立马往当地发布通缉令 并通知警察密切关注此事 由于杰克是反社会人格 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为防不测 女警也急忙往那边赶去 另一边 杰克乘坐船 来到弟弟生前生活的小岛上 按照信上地址 他走进弟弟家的旅馆 此刻 弟媳与母亲 以及弟弟生前好友都在这 但很明显 母亲并不欢迎杰克的到来 直接一顿臭骂 打算把他赶走 好在弟媳玛丽及时安抚住母亲 由此可见 杰克之前的所作所为 已经把母亲心给伤透了 杰克对此除了道歉 只能再道歉 并且尽力解释 现在的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可惜母亲梅姨并不相信 事已至此 杰克准备吊咽完就回去 可当看到弟弟一体的那一刻 却觉得有些奇怪 因为弟弟的手指发黑 耳朵下还有明显伤痕 看起来有些蹊跷 这明显与玛丽所说的 弟弟死于高空坠落不相符 谁曾想 还没等杰克调查一下 当地警长老黑就找上门 再确定杰克是通缉犯 二话没说 直接绑起来 关进旅馆外面的仓库里 等着女警来将其带走 杰克为了证明自己 已经跟从前不一样 所以并没有进行反抗 老黑问杰克杀了谁 他却一脸懵逼 表示自己根本不会杀人 弟弟的生前好友珍妮 并不知道 杰克之前是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当天夜里 在给老黑送咖啡时 顺带着给杰克带了一杯 两人隔着牢笼聊了一会儿 珍妮发现杰克 并不像梅依说的那样 是个无恶不作的坏蛋 反而觉得杰克有些幽默风趣 没过多久 老黑听到外面有 快艇靠岸的声音 他起身出去查看 让珍妮帮忙看管杰克 老黑来到码头 看到从船上 下来几名彪形大汉 从他们的穿衣打扮上 并不像是警察 老黑警惕拔枪 质问几人身份 老大屠夫见身份被识破 二话没说 开枪打中老黑 接着手下人也跟着举枪 老黑寡步敌众 身中竖枪奄奄一息 最终被屠夫一枪射进海里 领了盒饭 随后屠夫吩咐手下人 在旅馆周围部署 狙击手前往灯塔占据制高点 其余人则开始搜查房子 另一边 杰克听到枪声 意识到有事要发生 赶紧让珍妮帮自己松绑 准备进行战斗 不久 屠夫一名手下搜索到这里 杰克偷袭把他打晕 接着便赶去旅馆救人 此刻 梅伊等人已被屠夫控制起来 到这个时候 玛丽才知道 眼前之人并不是警察 而是一群暴徒 弟弟的朋友小白 瞅准时机跑出别墅 结果被灯塔上的狙击手撂倒 这一幕 刚好被珍妮和杰克看到 珍妮被吓得大惊失措 杰克迅速无嘴 防止他叫出声暴露位置 屠夫让梅伊乖乖听话 要不然下场就跟小白一样 就在这时 打晕的手下被人发现 屠夫得知消息后 意识到小岛上有高手在 随即带人前去了解情况 得知杰克在这里的消息 颇为震惊 原来那天出现在杰克家里的暴徒 就是屠夫安排的 怕他来阻碍自己的正事 没想到 手下居然失手了 至于屠夫来这的目的 咱们接着往下看 关于屠夫派人去杀杰克这一段 个人感觉 是因为杰克在道上十分有名 屠夫要对他弟弟动手 担心杰克出来误事 干脆提前派人去灭口 好了 咱们先往下解说剧情 此刻杰克顺着后门 悄悄摸索进旅馆 探清里面只有一人把手 然后 故意让珍妮发出尖叫 把一名暴徒引到厨房 自己来个背后偷袭 把他砸晕 救下所有人 之后杰克了解到 旅馆有防御机制 立马启动开关 一瞬间各个窗户上的特制百叶窗 全部落了下来 杰克来到厨房 先打电话给老白 说明情况 自己这次可能要杀人了 要不然无法保护自己的家人 老白认可他的做法 挂断电话 杰克质问被自己调起来的暴徒 他们到底是谁 来这里又是为了什么 奈何对方嘴很硬 杰克本打算使用暴行逼他开口 可转念一想还是算了 之后回到大厅 让弟弟的朋友大卫 坚强把守好大门 事到如今 梅依却认为现在的困境 都是杰克所带来的 又开始大声咒骂 赶他离开小岛 把这群坏蛋引走 说话间 一名暴徒顺着门缝进行观察 大卫在杰克的鼓励下 扣下班机 外面暴徒瞬间变成独眼龙 要是我没看错的话 大卫手上拿的是线弹枪 在紧隔一扇门的情况下 他的威力应该足以 轰掉暴徒的脑袋 这里就有些不科学了 匍夫健壮 命令狙击手朝百叶窗射击 结果发现百叶窗都是特制金属 能够防御子弹 与此同时 女警在赶来的路上 也得到了一些消息 杰克弟弟肖恩 生前是位历史学家 一年前 向一个神秘人借钱 买下了这座二战时期 曾被日本人作为军事基地的小岛 进行着什么研究 女警让手下人 尽快查出神秘人的身份信息 而另一边 杰克还是被态度强硬的梅伊赶走 他带着行李顺后门离开 绕过一片树林 前往码头 途中发现屠夫等人 正在从船上往下搬一些探测仪器 杰克没有多想 急忙寻找快艇 他希望自己的离开 能换来母亲的安全 可结果却并不是这样 很快 杰克行踪就被狙击手发现 对方架枪疯狂射击 因为距离太远 没能命中 杰克趁机驾驶岸边快艇 逃离的小岛 可紧跟着杰克发现 屠夫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跟来 由此可见 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自己 于是为了保护家人 杰克毅然决然地折返回去 爬上灯塔 出气不易打晕狙击手 接着又回到旅馆 此时 屠夫正在旅馆门口喊话 让大卫赶紧把门打开 到了这个时候 梅依也终于明白了 屠夫的目标不是杰克 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 可惜还没等他们搞明白 独眼龙却顺着通风管道 爬进了屋里 先是给同伴松绑 接着两人往里摸索 独眼龙抓住珍妮 用他作为要挟 下楼逼大卫放下了枪 另一人则与杰克撞个正着 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 混乱中杰克捡起一片碎玻璃 插入此人的腿部大动脉 宋气归了西 之后 杰克捡枪下楼 找准时机 一枪击中毒眼龙 后者受伤跑出旅馆 屠夫见状让杰克出来谈谈 想要拉他入伙 一起找到小岛上的东西平分 原来 这座小岛底下 有一艘日本人遗留下的潜艇 上面装有许多黄金 屠夫此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这些东西 萧恩在这里的原因 也是为了这个 屠夫之所以知道这些 是因为他就是 借萧恩钱的神秘人 屠夫提出合作 可萧恩不肯 于是 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派人杀了他 然后自己上岛寻找 杰克听到这 转头跑回旅馆 屠夫见状让狙击手开枪 一抬头才发现 他正被绑在灯塔之上 杰克回到旅馆 把两人刚才的对话 完整复述了一遍 一行人为了找到潜艇 来到萧恩办公室 发现这里全是潜艇的设计图 接着又在这里找到一扇暗门 杰克带着大卫走了下去 通过一段长长的通道 两人看到了那艘 停靠在地下河道里的潜艇 以及里面的黄金 与此同时 屠夫也找到了这条河道 他随即吩咐手下人寻找路口 自己则顺通风管道 潜入旅馆 先是打晕真理 控制住梅宜 然后看到那条暗道 挟持梅宜走了下去 独眼龙找到河道路口 走进去看到杰克两人后 立马开枪射击 杰克随即进行还击 奈何武器差距悬殊 被打得不敢露头 关键时刻 杰克看到了潜艇上的重机枪 于是 瞅准时机跑了上去 一顿无脑秃秃 顺利解决掉独眼龙几人 就在这时 屠夫挟持梅宜走下来 逼杰克为自己服务 大卫本想暗中帮个忙 结果被屠夫发现一枪撂倒 事已至此 为了救母亲 杰克只好乖乖照做 帮屠夫搬金子 万万没想到 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女警却突然出现 误以为杰克跟屠夫是一伙的 逼杰克放下黄金 屠夫见状直接击中女警 而杰克则抓住这个机会 上前打掉屠夫手中的枪 可下一秒 屠夫又掏出匕首控制住梅宜 现在的梅宜 终于看出杰克与此前不同 大喊让他不要管自己 在母亲的话语下 杰克把黄金从高处扔下 要跟屠夫决意死战 不曾想 屠夫居然反手 把梅宜也扔了下去 好在他抓住铁架 并没有掉下去 杰克快速上前顺手搏刀 一拳两脚 控制住屠夫 接着一刀刺入屠夫身体 将其从高处推下领了盒饭 影片最后 在众人的解释下 杰克与女警解除误会 同时 他也得到了母亲的谅解 故事到这里 也就圆满结束了 片鸣 危险禁地 是一部近期上映的 惊悚动作电影 喜欢的小伙伴 可以看一下原片哦